嘿嘿 大家好我是翼 歡迎大家回到現在一集的Minecraft模組教學 今天就和大家做最後一部分的Mechanism 通用機械模組教學 我現在最後一部分就和大家講講小工具和儲存的用具 例如這些光和電池等 我稍後會一一和大家介紹 如果大家未看過Part1和Part2的話 Part1就和大家講了最基本的用具和發電和傳送管道 然後第二部分我們就介紹了一些礦物處理的方法 由零倍礦物到五倍礦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檢查 大家也可能要記得Part3有些材料也會在Part1才看到 所以如果大家未看Part1的話 我建議大家先去看Part1 先來看Part2或者Part3 Part3應該不會跟Part2有任何關係 所以大家也建議大家先去看Part1 然後再來看Part3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去解釋這個東西了 我今天大概都是小工具和儲存的東西 那我就不分部分了 我們首先開始了 第一個 這是我最喜歡的Block之一 這個就叫做強化形石 這個Refined Glow Stone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照明的Block 我覺得它和螢光石比的比較好 這個強化形石的整法是怎樣做的呢 很簡單的 就要9個形石錠 而螢光石錠我們在Part1也介紹過大家 給大家聽這個形石錠是怎樣做的 就用9個形石錠會弄強化形石 做一個燈光效果用的 我覺得它做一些未來的東西是蠻漂亮的 好啦 那接著我們就有這個箱櫃 英文叫做邊 不知為何將它叫做垃圾桶 這個就好像一個木桶一樣 它可以幫我們裝到4090個東西 這個就是可以幫我們大量儲存的東西 我們也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可以用管道來自動化它 譬如我們在頂頭入可以在底面出的 我們也可以調到它自動彈出的東西 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跟著這個調整器 這個叫做Configurator Shift然後Right-Kid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燈和這支綠色燈都亮了 就是說它會detect到有管道之後 它就會自己彈出的東西 這個就是它的用法 我們用調整器Shift-Right-Kid 就可以轉到這個模式 然後可能大家也會有一點點的熟悉 這個就是傳送框架和傳送機 這個就是一個傳送器 我們也會加上這個扁桂傳送器 大概這個東西是怎樣用的呢 這個東西的砌法大概都是這個 傳送框架 我們這樣把它放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普通坡圖的位置 然後再放在這裡 然後在底下放了一個傳送機 然後我們就可以調整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給它一個數字的號碼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密碼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兩邊傳送 至於這兩邊是一樣的話 譬如我們調到08的話 然後到這兩邊就會開始 我們就過來這邊 要注意的是 這個也是需要用電的 這裡也有一個電在 這裡是需要用電的 但是不需要用電的方法也很簡單 譬如我們選到9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便攜傳送器 這個便攜傳送器當然要電的 但是充電也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就這樣就可以充電了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輸入這個數字 剛才進入了0009 然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密碼 來到這個0009的方便 如果大家有什麼軟的地方要去的話 這個也是非常方便的 它的整法也很簡單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 我們第一集跟大家說過的一些原材料 這些都是剛才也說過的 如果大家還沒看Part1 就快點去看看Part1 接著也來到儲存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動態缸 這個動態儲罐 這類東西有什麼用的呢 這類東西是可以用來裝液體的 我們可以按進去這裡 你就會看到體積是36的 也沒有流體 這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幫你無限擴大 可以擴大到18x18x18的 即是這個光的大小 它就可以裝得比較多的液體 也比較理想的 這個組成需要動態儲罐 動態玻璃和動態佛門 底和頂也有一個實心的3x3的位置 我這樣 就是這個底的實心的3x3的位置 然後中間我們就可以放一些佛門 和這些玻璃進去 總之中間的位置是要中空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東西 怎樣知道它組成好呢 它是會有反應的 例如我們組成好這個之後 看到有些粒子下改出來 它就會告訴你 其實這個東西就組成好 就可以用得了 這個就是一個動態儲存器 這個Dynamic Tank 然後來到電池 大家都不會太陌生了 這些分別有四個階級的電池 首先就是機廠能量方法 這個Basic Energy Cube 高級能量方法 Advanced Energy Cube 精英能量方法 Elite Energy Cube 以及終極能量方法 Ultimate Energy Cube 那它的分別是什麼呢 它的分別大概都是 可以傳輸得快點 傳輸得慢點 以及可以裝多一點點的能量 這個可以裝到480K的AMJ 所以也挺好用的 這個終極能量方法 是足夠提供不少電力給任何機器 接下來的電池說完了 我們還有這個燃氣儲罐 這個Gas Tank 我想大家在第二集 就是Part 2 都見過我們會用這個燃氣儲罐 那燃氣儲罐有什麼用呢 顧名思義很簡單 這個燃氣儲罐的整法 就是這個燃氣儲罐的用法 就是把液體奔進去 它就可以幫你儲存起來 然後就可以把儲罐放進機器裡 我們就可以提供氧氣 譬如是這部機 這個淨化瓢 它是需要氧氣的 我們把這個東西塞進來 然後它就會幫我們製造氧氣 這個就是燃氣儲罐的用法 它可以進入 也可以出的 不過出 通常都要在機器裡面才可以出的 這個就是燃氣儲罐 然後還有一些裝飾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塑料來製造 就是塑料障礙 這個是plastic area 這個索料路 plastic roll 這個光滑索料方法 這個clear plastic block 還有一些螢光方法 以及塑料最普通的方法 這些都是一些最簡單製造的方法 我不會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裡大概是裝飾的block 純粹給大家看看 我們有這幾個block 最特別的是 其實在這個塑料路 你走上去 它會快很多 你看到 我剛才走上去 是加了少許速 我再走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到 會加了少許速 不過我們不夠長這條路 你會看到很明顯 這樣就加了少許速 如果你把整條路鋪在這個地方 你就會走得很快 這個也是最快速的行動方法 也不用飛 你只要鋪在這些 就可以走得很快 接著 其實還不太多 還有這些 電動箱子和充電台 這些全部都是用電的 所以我也在下面放了電池 這個電動箱子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Electric Chest 就可以幫你設定密碼 譬如我們可以設定一個12345的密碼 再再重新2345 即是再打一次 我們確認 就可以做到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按鎖 按這個按鈕 然後你需要進入密碼 才可以開啟到它 這樣就可以儲存到 你不想被人偷的東西 特別是在伺服裏面 好記錯 這東西應該是炸不難的 所以應該是保護自己的財物 最好的方法 就是這個 電動箱子 Electric Chest 接著就來到充電台 充電台 充電台有什麼用呢 顧不明白的 很簡單的 你站上去 就會充電 例如這個Charge Pack 你可以看到 用這個充極能量的方法 就不停在充電 這個就是Charge Pack 充電台 很簡單的 站上去就什麼東西都可以充電 例如我們拿走這個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便攜傳送器 就馬上充滿了電 這個就是一個最方便 最方便充電的方法 特別我們拿著這個便攜傳送器 我們就不用放在機上充電 例如入到家門口 我們站在充電台 我們就充電了 除了用電 還有其他東西是會用的 例如這個噴射器 還有自由左跑器 噴射器跟自由左跑器有什麼用呢 很明顯 就是讓你飛起它 這樣飛起 也可以轉模式 嘩嘩 按了 轉模式的方法就是 按一個Hot Key 大家也可能要轉一轉 按按鍵設定 大家就要找這個mechanism 可以看到一個叫做mechanism mode switch 可以教你自己喜歡的按鍵 就要注意不要跟其他製造 我們現在就調了m 現在就可以這樣 分別轉為標準 剛才我們飛起的模式 懸浮模式 還有最後這個禁用模式 就是關掉了 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jack pack的用法 然後還有這個自由左跑器 自由左跑器的用處就是 它會保護你免受跌落的傷害 轉到生存模式 我們關掉了這個jack pack 我們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跌落傷害 這個就是自由左跑器 這個就是freerunners的用處 這個就是噴射氣包 這個兩個是有分別的 大家可能不看到 兩個都有分別的 我們再把它收回來 這裡 你會看到 後面大家就會看到分別的 這個就是一個普通的噴射背包 這個就是有裝甲的噴射背包 有裝甲當然比較好 這個就是裝甲噴射背包 還有背包 除了可以穿大 還有噴射之外 還有可以下海 即是上山之外 還有可以下海 這個就是一個scuba 這個潛水器 還有潛水管 這個scuba mask 還有這個gas tank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儲存了氣體之後 就是氧氣 然後可以潛落水底 就可以做不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最簡單可以讓我們在水底作業的東西 就是這個scuba tank 還有這個gas mask 還有一些工具 第一個就是電動弓 電動弓的模式是可以怎樣 它可以幫你射箭出來 我們要找一支箭 轉回game mode 我現在可以自由射箭出來 也可以把它變成火焰模式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可以開火焰模式 我現在就按shift 然後按m 然後我們就可以轉到這個火焰模式 它開了之後 顧名思義 有火箭的效果 即是有fire expert 有frame 1的效果 這個也是非常好用的 還有電動弓 顧名思義也要用電 不用管它 還有這些發光的白色螢光板 也蠻漂亮的 還有一個當裝式用途 跟那邊的第一次我們開始的Refined Gold Stone一樣 最後還有一些裝甲和裝備 這些大家都可能有見過 這些裝甲是最普通的裝甲 不過這個是一個黑耀石的裝甲 它的分別是防禦力高一點 還有外久度高一點 這些工具都是一樣的 最特別的是這個黑耀石古尖斧 古尖斧是什麼呢 這個就叫做Pixel Pixel它可以把橙、斧頭和稿 一起合起來 所以它就叫做黑耀石古尖斧 它可以用一個萬用工具 除了刀之外 其實雖然它的攻擊傷害也很高 大家都看到 是13攻擊傷害 即是打一人一下就會靠7格心 如果那個人是沒有裝甲的話 這就是黑耀石古尖斧 這個就是Obsidian Pixel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它最特別的東西是可以附到魔 如果是鑽石的古尖斧 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譬如有螢光石定 用螢光石定 用螢光石定 用青金石定 用鑽石 用鑽石 用黑耀石 用黑耀石 我們大概的 Mekanism 應該就介紹完 我們就 skip了少少尾弓的東西 我就不跟大家說 因為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探索一下 因為大家都應該會很容易找到尾弓審美的東西 不用在技術上教 我們今天 模組隔壁 短一點 但我們就終於搞定了這個Mekanism模組 如果大家有什麼模組想我介紹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亦都留個like 那我就期待這個like 和留言 那我們下一次回來的Minecraft 無組教學再見 拜拜